今天我一秒钟教你来区分台湾员和大陆员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看不起台湾省的 从他们说我们吃不起茶叶蛋的时候吗 其实现在还有好多人看不起台湾的 说台北是三四线城市 天上能飞的 路上能跑的 中国大陆都有 而且还遥遥领先 在台湾呢 上班族很少有农装艳抹 或者穿的大高跟鞋 一般都是淡淡的淡装 一种礼貌 台湾人特别低调 穿不讲究 住的也一般 家家都住的几十年了老房子 可人家有钱 只数高啊 手下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台湾年的时候 我过着无知的生活 我不知道为自己而活 现在我知道如何真正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学习更多有意义的技能 我觉得我三十岁了 很容易区分台湾人和大陆人的区别 台湾人呢 穿着一般比较普通 简单一点 朴素 即使是比较有钱的人 也不会刻意的去打扮自己 祖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是台湾省的菜市场 也是市区的菜市场 每个人都穿的很朴素 出门穿个胆袖 穿个胆裤 穿一双拖鞋 就很随意的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就算是穿拖鞋 逛大街 也没人太在意 衣服是200块台币一件 人民币44块 台湾人的穿着为什么越来越土 每次从内地回来都发现 台湾人为什么穿着都是为那么的水意 不像内地那样打扮得很精致 像内地那边夸张的来讲 可能出个门 到个乐社都会精心打扮一下 不管是从妆容到基础都是搭配好 大陆的一部分呢 要么穿着普通的衣服 要么穿着明亮的衣服 哪样要么大镜链子像乌龟一样 还有什么大镜链子 活荡带 气质这块我嘴坏 男人都要有理想 都像汽车要保养 你们这房 多少钱一斤啊 不是保护按斤吧 那就按打呗 这也不是菜市场 看不起谁呢 看不起谁啊 你知道打个谁吗 这 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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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 低调 你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围走又围啊 哎 我就喜欢你这样子的人 有眼光的人 做得不做 哼 要不是看着你买房 我才 你说什么啊 哎呦 大哥 哎呦 虽然你也有五片子的颜值 彭于燕的身材 竹链巴的气质 但请你 你一定要认清楚你的年龄啊 你这一看 就是二十出头 女人的妆感 上肠上的批脸一层盔 哎呀 真漂亮 你化妆哈 都化妆一个两个小时吧 很容易区分哦 第二点就是大陆人出门喜欢成群戒队 喜欢拉帮结派 如果你在国外看到一群人声音很大 那么大概就是大陆人了 喜欢成群戒队的身上很多哦 你要吃好喝好 为公司满蛋 我感觉我们的 哎啊啊啊 拳头银 把我生日调料做生意 我给足利钱的老爸 来 拳头银 我到台湾去演出 我发现个问题 我知道那的小姐姐很温柔 她到那我才发现 小哥哥也挺温柔 真的 我们到饭店里吃饭 自拍聊天 就有一个服务生 操着服务枪过来 还搭着围裙 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这种情况吗 台湾的服务生 先生哦 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哦 那边有投诉啊 我们这边也不能大声喧哗 也不可以录影录像哦 有他教导你哦 对不起哦 对不起哦 台湾人有礼貌的程度 真的非常惊人 几乎大部分台湾人讲话 声音就是小小的 每剧都会加上 请你帮我 明明是我要牌去买饮料 但店员都会讲 请你帮我牌上 连帐的时候也会说 请你帮我托码 主顾约的神体学生 有种顾客至上 我是贵宾的感觉 所以大声说话 已经是大陆人的上征 因此在公共场所 上台湾人学习 不要影响别人 第三区别是大陆人 想依靠朋友 我知道谁是老板 搬别人出来 吓唬别人 我不喜欢吃类言哦 只是有联系方式罢了 自己不想解决 却差别很大哦 在台湾吃饭 你想老板给你结账 然后大多数都是积极去结账的 在大陆不一样 比如吃烧烤 坐下来 有人泡茶滴水 有人专门帮你烤 然后帮你切 然后呢 帮你放在碗里上 肺炎一样 大陆喜欢 怒意比自己弱的人 老颜 您好 喝杯啤酒 好的 老领您好 您的啤酒 满药 老颜给我拿个杯子 好的 您好 您的杯子 老颜打开打开 好 看吗 车兄弟 怎么 老颜把空凉打低的 好的 老颜把烤鸭给我 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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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稍等 好 谢谢 好 这一共消费300元 这样 当他们看到服务员 做错了什么的时候 他们会折磨 他们把船里看得这么重 总是奴役弱者 吓坑了我干主 别别别别 别别别 这些人 今天都没有难 吵得起你们 为什么没见过 你这么笨的服务员 不过你的事情 干不好就不要出来 干了还找借口 这家店能请到你 也真是倒霉 我先去给您换 你犯了有什么用 你就给我站在这吧 这边我们就不管了吗 这菜什么时候上 我应该去催一下 可以吗 你就给我站在这吧 你犯了错就得接受承讨 服务员印上错菜 遭你顾客辱骂 事实上 事实上这是一个负能量的蔑视 例如如果你的老板折骂你的丈夫 然后你的丈夫折骂你的妻子 你的妻子会折骂孩子 然后孩子会踢狗 这是一个极端的热带过程 负能量的传递不上台湾言 我会理解的 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 我不会采取高演一等的态度 最后一点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台湾人 我觉得这辈子都是为自己而活 我在台湾认识的几个朋友 他已经四五十岁了 他告诉我 他最近正在参加重型的计算期考试 他都快五十岁了 还在学钢琴 我非常欣佩他 他可以为自己而活 大陆人的观点 学这个学那个 有什么用呢 没有人告诉你 你的生活可以为自己而活吗 放下一切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事实上 我真的很羡慕他 现在在上书法课 嗨 嗨 大家好 现在我来采访一下 我的同学 蓝蜜姐 恭喜你 验别毕业了 是 你太厉害了 我想去报名 我都怕我毕不了业 不过你太客气了 你这么厉秀 那你应该可以马上去报名 他的学名 现在在招生 蓝蜜姐 方便透露一下你的方名吗 比你大二十岁 哇 真的假的 努力阶强 加油 奥尼哥 当时我也很欣佩他们 他们年纪大了一点 可能学的有点慢 但他们没有放弃继续 考任何证书和重型机器 台湾人会学习 他们想学的各种有用的东西 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认识台湾人后 我非常的高兴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 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在这些年里面 我们不知道还能为自己活多久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其他人在五十岁的都没有放弃 为什么我才三十岁多就要放弃了呢 我们应该继续前行 加油 屏幕前的你对我以上所讲的 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评论交流 订阅我即将有用的 散会